你还真的不要看不起博恩利啊 曼联现在是内忧外患 拿什么去稳赢呢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 从跟这个C罗决裂开始 到逼走德赫亚 再到与格林伍德割席 然后跟桑桥互怼 再到现在这个安东尼家暴丑闻未能归队 腾哈赫上任之后 曼联这个场外负面消息太多了 往好听了说呢 是铁腕之君 那么往难听了说啊 就是这个统帅失控 上一场欧贯呢 曼联又输给了败人之后 据说啊 在这个更衣时里 几名主要球员又吵起来了 这样看啊 说这个腾哈赫对球队失控了 是更接近事实的一种说法 所以现在的曼联呢 看上去纸面实力还不错 但是崩溃啊 只在一线之间 即使只从技战术层面去考虑 升班马伯恩利确实实力有限 但是如果他们在主场摆大巴 曼联有什么好的应对方式吗 像这个拉什夫德状态是 不如上个赛季的 新来的霍伊伦德呢 也是伤缺了一段时间 回来之后 看起来踢的还挺有侵略性 但是呢 明显还需要去适应 另外像中场的卡赛米罗 埃里克森这些球员呢 都有明显的下滑 岁数也大了 包括后防线啊 伤病问题很严重 那么新买来的门将奥纳纳呢 又是抽风型的守门员啊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给你来一个失误 所以呢 孔帕尼带领伯恩利 迎战曾经的这个通城死敌 如果能够守住一段时间啊 士气上来了 结果还真的就不好说 那么今晚呢 一起看一看伯恩利啊 能不能守住啊 老师 给你来个体会 还有人 男人 老师 老师 老师